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属于那一类可以增加财运的物品 而且这两者摆放到一起的时候 其作用可以相加 这样对于财运来说自然非常有利 因此在钱包里面其实是非常适合摆放红包的 红包可以多发忙 春节或者是春天里一定要多发红包 你发的越多一年的运气就越好 一年之手就是春节 发的多就是付出的多 也会有回报 以阴阳原理来说 发出的红包越多就会得到很多赚钱的机会 分出去的小钱以后会得到更好的财运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多发是红包的数量 而红包的金额 建议不要太大 因为发红包发出去的是心意和祝福 太多容易使别人产生攀比心理 当然也不能过少 适当为好 借用红包来催运 如果你不差红包里的钱 不用担心会被人取走 那么红包里的钱可以不取出来 连红包袋一起放在自己平时放钱的抽屉里 或者压在枕头下方都可以增运自己的财运的 路边的红包钱不要捡 如果走路看到地上有红包 里面有些零钱就不要捡 因为有些地方是有这种习俗的 用黄纸就是黄符和纸钱等一起 都是做好了法事之后 装到红包袋子里 再一并丢到十字路 提醒这个捡钱就是不利的 这种红包是人家化灾的红包 在红包里面放置硬币是有想救的 一对于年纪比较小的孩子 在红包里面包六枚硬币 可以对这个孩子身上的脾气进行限制 让他健康成长 二对青年人 可以在红包里包上三枚硬币 可以避免他们遭到没运的侵害 增忘事业 三忘财 红包里包上八枚硬币 可以多忘财运 进一步对事业财运上的拓展 春节发红包技巧 第一每年都要花红包 提前把红包包好 可以去银行换些薪钱 这样发出去小孩们都喜欢 送你好有多少个红包换好钱 第二发红包要根据不同地方的习俗 不能一个统一的标准 这样很容易伤人的 也就是你把红包给了 同时把人给伤了 第三发红包钱最好了解一下 不是每年每一个地方发的都是一样的 每年都有变化 要随大流 不能独聚一格 这样有人会说你的 不能给多也不能给少 其实发红包是一闷常识 第四如果自己家里的有小孩子 到亲戚家去 我们要看别人是怎样发红包的 要保持一致 不能特殊化 这样的话 你的亲戚也不知道怎么样给了 因为这样会让人家伤了其他家的 如果人给多了的话 亲戚就不好给了 如果给少了 亲戚会有想法的 第五如果当地习俗给多少 人家会给回多少 这个就好办了 这个你提前算计好 这个里面的技巧就多了 如果你是一个小孩子的话 亲戚是两三个的话 你把整钱分开给 否则你的支出就大很多 你出去的是两份 回来的是一份 这时给的就少些 自己能承受过来 不然的话 一个春节发红包 都出去上万的话 经济上也不好受的 第六 其实现在的人喜欢礼商往来 人家给多少 我们基本上也是会回多去多少 这样只是个过程 但是这样个过程要走好 否则会伤很多人 就因为一个红包的事情 过年时 别人给的红包可以说就是多个大吉大利的意思了 不管是自己父母或者是老人家给的 还是邻居家 亦或者是公司领导给的 这些红包都是比较吉利的 也带着别人真诚的祝福 所以过年时 别人给的红包最好是好好地珍藏起来 不要随意地拿出来使用 除非危机的时候 过年红包 吉利数字各有不同 在小时候和现在 其实大家都是很期待春节的到来 而春节也是让很多孩子都会回家过年 都是可以让自己和自己的父母一家人想团聚 而在小时候 更加可以有着压废钱 能够期待压废钱 而在过年的时候 红包的数量多少 其实在多少情况下 都是有着不同的吉利的数字的 过年 红包包多少钱 处于不同的地区城市 其实在不同的地方 在对于红包的数字都是有不同的 在北方的都喜欢整数 所以基本上都是100 200 300等等 而在南方 多数都喜欢带6.7.8等等的吉利数字 例如68 66.66 66.88 88.8等等 这些都是代表着心意的 就好比历史一样 在广东和福建的10块和20块的红包 其实也是有着而不同 而是在主管给员工里面都是有红包 也就是传达的就是祝福和感谢的 过年红包包多少钱不同的对象 其实在过年的时候 红包基本都是分成几种 有着给晚辈和父母的红包 而其他的长辈基本上都是送礼 而不是选色红包的 过年红包给父母长辈送红包 其实还在读书的学生 基本都是不用给自己父母红包的 但是如果是在社会里偏不得年轻人 其实也是会在回家的时候 都是孝敬父母长辈是必不可少的 其实基本上在工薪阶层 每年回家 如果是父母的话 基本都是会给2000或4000所有的红包的 如果是奶奶也或者是外公外婆的话 那么基本都是会给1200的红包左右的 这些都是会用来孝心给长辈的红包 其实也是有4000到8000元之间的红包 其实在不同的家庭里面 都是有着不同的区别 过年红包给小孩后被送红包 其实对于小孩在过年的时候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收红包了 而在春节里面拜年 其实在一进家门 都是可以有着讨要红包 也是不好拒绝的 但是这些就是小孩的潜力 而在除了社会的我们 都是没有太多的享受的了 而也是会反而要自己来送红包 其实对于小孩子后 其实也是可以有着红包 一般都是意思意思下 都是基本大约额度的 而这些几十块的话也就算了 如果是几百的话 都是算是红包哦 那么算经济家的 都是会比朋友家的小孩的红包 都是大的 而如果大概需要送出去 十多个红包 这样算起来 其实送给小孩子 这些后备的金额 基本上都是要300到500左右的 过年红包要看自己的经济实力 其实在过年的时候 送多少个红包 都是要看自己的经济的能力 而这些如果是真的太困难 如果是实在比较困难 那么都是要避免起 这些非必要的人情哦 如果是经济的条件 还是比较宽松点 那么都是可以认亲一点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实过年时 别人给的红包 还是有别的运处 比如说风水学上的用度 那么过年时 别人给的红包有什么作用呢 你知道吗 过年发红包用的 有这些意义 祈福意义 如果是小辈给的红包 可能会起到祈福的作用 因为小辈给的红包 都带着他们对长辈的真诚祝福 祈求他们的长辈 能够享受更好的人生 所以这样来看 小辈给的红包 也是不要随意拿出来的 这里面不仅仅是钱 更多的是带着满满的心意 能够帮助大家安享晚年 催运财运 如果是公司领导 或者是贵人们给的红包的话 那就能够起到很好的 借运催财作用了 因为给红包的人的运势 一定会比大家要好 特别是在财运方面特别明显 这个时候 大家收到红包之后 可以把红包细心的收藏起来 放在比较私密的地方 这样才能够达到 借运催财的效果 催忘事业 如果在公司收到别人给的红包 其实是可以催忘事业运势的 这一点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因为在办公室的红包 它本身就带着一种 增加事业运势的风水 如果大家收到红包之后 选择经常随身携带的话 对于大家以及公司的整体风水 都是有益无害的 会注意大家的事业 保佑平安 一般来说 长辈们在过年时候给的红包 基本上都是保佑大家平平安安的 不仅仅是一个踩头 而且可以起到很好的压碎作用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压碎钱 这个压碎钱 就是用来保佑大家平安顺随的 所以如果大家收到了 来自长辈的压碎钱 最好是自己收藏起来 虽然说过年时 别人给的红包是比较开心的事情 但是如果大家善意利用收藏这些红包 不私打开或者使用的话 会收获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经历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